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华人工商商业论坛 今天iWise智库北美科研教育机构的总监Quina 和iWise北美科研教育机构亲子教育心理学的顾问Elaine 将和大家探讨一个话题 后疫情时代如何帮助孩子成长得更出色 两位你们好 主持人好 我想请问一下后疫情时代的教育和之前相比 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大家好 我是iWise北美科研教育机构的Quina 我们是专门为高中生做科研背景提升的学术机构 在疫情期间随着美国大学升学这块的一些政策的改革 SATACT等这些成绩的弱化和被取消 我们陆陆续续收到了很多华裔家长提出来的疑问 和一些问题以及困扰他们的一些关于升学方面的一些决策 那在众多的问题当中呢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比如说在居家 在居家期间怎么能让孩子提高他的自主学习能力 对 包括提升他的核心竞争力 那我想这个问题呢不仅是在疫情当中 包括疫情过后的未来 其实都是一个值得被关注的一个话题 因为在疫情期间呢 改变了很多的东西 包括家长和学生对升学的观念的他们的决定 包括很多人的生活的方式以及世界的这种竞争的模式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在职业或者在升学方面应该怎么去应对 那才能让这个学生呢在云云众生当中呢能够脱颖而出 让他可以与众不同 那这一点呢我觉得可能说我的建议呢是希望呢家长呢可以有更多的参与和配合去帮助这样的学生 比如说家长可以通过更多的渠道啊更多的平台去收集一些资讯和讯息 对孩子的成长对他的升学包括各方面规划都是有帮助的内容 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如果家长有一些困扰你很久的问题 或者说你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没有办法去解决的一些问题 你都可以请教学校的老师或者是说行业内的专家 找一些更多的机会呢跟他们去沟通去请教 让他们给一些意见和一些建议 然后我更建议的就是说如果家长有一些时间可以多去陪伴孩子 跟他们进行一个心理上的一个沟通 那知道呢他现在心里呢想的一些事情跟他做朋友做知己 知道一下他目前对社会上的一些问题的一些想法 和他对未来自己的规划和一些期待对等等这些内容 我们认为呢每一个孩子呢都值得被培养 这些所有的努力呢都需要孩子跟家长呢一起去达成 孩子就一定会变得会越来越出色 好谢谢Quina的介绍我想请问一下Elaine 您觉得后疫情时代的教育和之前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家长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是的我想呢在这个疫情期间我们为家长都非常的困扰 因为平常到这个学校上学一切都是按表操课 那么回到家之后呢这个很多的网课可能孩子都没有办法 好好的去学习那在后疫情时代呢其实呢刚好借由这件事情 我们看到了其实家长要注意孩子有四个能力呢 其实你是要去关注的也趁这个机会呢可以好好的把它培养起来 那是哪四个能力的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规划能力 那规划能力指的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在没有学校的这个所谓的排定之前 你是不是有办法把你每天该做的事情呢 把它排成一个这个序位优先顺序把它排出来 那这是一个很能很重要的一个能力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啊每一天都有好多事情要做 将来这个孩子长大了入了社会他有很多事情要做的 所以他要学会规划的能力排出生活当中的优先顺序 然后把它排到计划表里面 那第二个部分呢这个计划排出来了之后 家长都很在乎我的孩子怎么样他能够主动学习 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平常呢家长呢可以我们常常强调啊 这个我们要区发一个人学习有两个因素 一个是呢外来的动机 比如说呢可能父母小时候 那就是对于孩子小时候常常讲 你做了什么我可能就给你一个糖吃 或者你就可以得到什么一样的一个奖励 那这个是外来的 但是这个外来的奖励呢 它随着这个孩子的成长呢 这样子的效果它是会递减的 那我们要去培养孩子内在的这个驱动力 也就是让他从内心来发现说 这个对我很重要 我应该要这么去做 所以呢就会建议呢 在这些所谓的学科的学习上面呢 要去多鼓励孩子 或者是帮助孩子做一个所谓的兴趣的一个嫁接 比如说呢 有的父母可能不喜欢孩子玩game 那可是有时候玩game呢 你可以从他里面去看到 他在打游戏的过程当中呢 他有哪些的部分是因为他沉浸在游戏当中 他可以满足到的这个乐趣 那我们不是很认同这样的行为 但是他底下的这个得到快乐的动机 是可以被发现的 所以呢父母刚刚昆南也有讲 我们可以都跟孩子聊天 去发现当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这个活动带给他内心的感觉喜悦是什么 那这样父母呢 就可以朝向这个内在的驱动点去引发他 比如说他可能就是需要一个和谐的这个气氛 那家长就可以尽量创造一个比较和谐的气氛出来 来帮助孩子他在学习的意愿上 从内在来讲可以提高 那当然在学习的事项上 如果能够配合孩子的兴趣来学习 把喜欢学的放在前头 那这样子呢 他会形成一个好的学习能力 后面来讲他就容易事半功倍 那第三个呢就叫做试错的能力 也就是很多的事情呢 你不尝试你是不知道的 那这样的过程当中呢 你放手让孩子呢 去规划他的日常生活的作息 然后允许他有一段时间可能是比较混乱的 之后呢 再来跟孩子讨论 用引发式的这个提问的方式来问孩子 你觉得自己哪些部分是做得不错的 哪些部分可以再修整 然后呢父母再提出 我的看法可能是什么 然后两个人在一起 父母跟孩子一起讨论出一个 彼此都觉得 爸爸妈妈觉得其实是OK的 孩子他也乐于去做的 这样就可以达到一个共识 所以要允许孩子有一个试错的这个过程 过程很重要 这个过程呢 比结果呢 更能够去帮助孩子主动的这个学习 那么最后一个呢 我们讲的就是时间管理的能力 孩子把这个计划排出来了 那他后面怎么样在既定的时间之内 完成相应的东西 怎么样做的有效率 这个过程呢 也是孩子需要去尝试的 然后透过不停不停的修正 他有了经验之后呢 下次他就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后疫情时代 其实呢 是给家长一个很好的机会 试着放手 让孩子去做他 人生这个阶段的一个主人 然后父母在旁边呢 你是要观察 然后引导 然后再修正配合 然后这样子的情况下 孩子的四个能力就很容易培养起来 好 谢谢影令的介绍 我想请问一下 刚才您说的这四个能力的培养 那是从孩子几岁开始就可以培养呢 其实呢 有一个部分的专注点 小时候 比如说可能两三岁 你看到孩子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讲他可能很专心在做一件事情 然后我们刚刚前面谈的他四个能力当中 其中有一个就是试错的这个能力 非常的重要 其实在很小就可以去做了 孩子有时候呢 可能比如说父母如果是在做 假设他在厨房里面忙 那如果不危险的情况之下 可以请孩子帮忙做面团啊等等 那他如果说是做失败了 其实也没有关系 就是试错的能力 其实越小的时候让孩子去做 这样子对孩子来讲呢 他就有一个冒险的一个精神 他会勇于去挑战 然后之后他会得到一个经验值 然后去修整 所以这个能力呢 我个人认为呢 在这个心理的临床案例当中 这个能力在孩子很小的时候 就可以去培养出来 但是就是父母可能要调整一下心态 允许孩子可以犯错 嗯 好谢谢两位的介绍 其实在刚才你们聊的过程当中呢 我听到刚才也说到了 说有很多孩子在疫情期间 特别喜欢玩game 这个也是让很多家长在疫情期间 头特别疼的一个事情 但是呢 刚才您提到了 可以在孩子 在玩这种网络游戏的过程当中呢 去寻找一些教育的方式 我还想请教一下 到底如何去帮助孩子成长的更出色呢 尤其是当孩子沉迷于网络游戏的时候 嗯 嗯 我这边有一些实际的案例 我举其中这个例子啊 那有一个孩子他就是非常喜欢打这个游戏 那就是呢 父母对他这个部分就是一打下去 他可能连饭都不要吃 那我经过这个辅导咨询之后发觉呢 其实呢 他的问题点在于当他在打游戏的时候 他发觉他是可以掌控这个游戏的世界的 所以他其实要的是一个掌控感 那回过头来呢 我就会跟父母讨论呢 发现呢 其实他的日 这个孩子的日常生活当中呢 父母的掌控欲太强 所有的事情呢 可能都必须按照父母安排来做 那这个孩子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当然他可能在学习上不会太差 可是呢 随着孩子的成长 他的内心是非常压抑的 所以他需要一个释放的一个空间 他自然就会躲到这个网络世界里面 因为躲在这个世界里面 他可能是他世界的网 他才可以跟现实世界做一个平衡 所以后来呢 我们就跟这个父母沟通 在某一些不是非常重要原则性的事情上呢 给予孩子一些弹性 那孩子可以喘息 那透过一段时间的这样子的一个练习 慢慢的孩子呢 他就缩短了 他在这个玩游戏的这个时间 因为他的这个需求就降低了 所以叫做很好的转移 我们常常讲呢 如果就是孩子沉迷于某一项事物 这个动机呢 本身没有太大的问题 可是孩子在选择上 因为他们可能不够承受 他们选择了错误的行为 来满足这个动机 所以呢 我们做家长的 或者是我们专业人士呢 就可以帮助孩子找到这个好的动机 然后搭配一个好的行为 就把他的旧的行为给转换掉了 嗯 好 非常谢谢银类的介绍 所以说 iWISE还给家长提供各种各样的咨询服务 是吗 是的 没错 因为我们希望呢 通过前期的沟通和大家熟悉 对 真正的了解家长和孩子的这个需求 以及他们共同的这个意愿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呢 才能有采取到更好的一个方案 去帮助到他们 对 那我们一定现在的这个家庭教育也好 升学教育也好 其实都是要源于对彼此的一个信任 以及对彼此的一个了解 而且家庭关系呢 对孩子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 那很多的因素都是可能说 跟教育跟心理学是相关的 所以呢 我们是从这个角度出发 对 我们先要去帮他们解决一些根本上的问题 这样的话呢 才能事半功倍 让他们得到呢 他们想要的 对 这个各方面的一个目标 嗯 是说小学 初中高中的这些孩子的家长 都可以给你们打电话咨询吗 呃 可以的 因为我们有专业的心理啊 这个顾问团队 心理咨询啊 亲子教育啊 家庭关系 两性关系都有 那我们这个团队呢 对 也相当于是一个公益的组织 所以只要是家长 你在这方面有任何的困扰和问题 都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都很很乐意去帮助大家 嗯 以及喜爱的事 他们对于每一个12岁及以上的人 都是安全有效的 今天就去 myturn.ca.gov 预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